浪費錢這件事情我認為是要經過精算的 因為你不是說我今天買了什麼東西 我買了一個比較貴的東西 它真的就是浪費錢 有的時候你為了省錢 所謂的你定義的省錢這件事情 可能會反而讓你花更多的錢 你用比較差的洗粉 你以為你省了錢 可是洗了更多次還洗不乾淨 要用更多的粉 其實你浪費錢會比我一開始就買比較貴的檯子 來的更加的浪費錢 大家好,我是陳寗 很多人都會說你這樣子做那是浪費錢 比如說前陣子發這個蘋果的螢幕 那很多人就會說買那個蘋果螢幕就是浪費錢 那其實對於這個浪費錢的定義 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好好思考一下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收浪費錢 那我會說那你除了租房子跟吃飯以外 那都浪費錢 因為不必要嘛 你幹嘛要做那樣的消費呢 所以在我們真的賺了錢 我們可以好好花錢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多思考一下 因為這個資源是有限 欲望是無限的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去掌握 我們怎麼樣好的消費習慣 那才可以算是不會浪費錢 那今天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於這個花錢的定義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我到底是怎麼樣去思考浪費錢這件事情 那開始之前呢要先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那我們就開始了 這個浪費錢這件事情 我會買車 我付負貸款我付得起 可是你仔細去算了貸款之後 你會發現他的 房租啊 然後還有這個買車的貸款啊 養車啊 然後如果再考慮他未來 年紀大退休以後的存錢 或者是家裡父母要退休後的養護 其實你會發現這些都是負擔不起的 所以我今天要先把這件事情先把它撇開 我們不去談這種負擔不起的事情 我們先談的就是 我已經負擔得起了 那我怎麼樣知道我的這個消費是不是浪費錢 首先第一個 我對於浪費錢這件事情 我很多人說那你買那種娛樂 那它就是浪費錢 我不這麼認為 我會認為呢 你今天要做一個消費的時候 你要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真的會用到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像我們家有一個長輩 他很喜歡開冷氣 他開冷氣不是看現在幾月 我們有的時候會覺得 這個都11月了還開冷氣 覺得好像有一點過意不去 但是他不是 他就覺得會熱會悶就會開冷氣 那有人會說 你這樣就是浪費錢 你怎麼可以在11月還開冷氣 可是你知道現在 像昨天我媽媽跟我說 台南30度 12月了還30度 所以你說這種時候到底可不可以開冷氣 我的看法是你有需要開冷氣 就不是浪費錢 你看外面這麼熱 那你這麼都已經流得滿身大汗 然後只因為一個12月來了 所以我不該開冷氣 然後就不開 然後放任自己熱 有的時候你要知道 現在你這樣子熱 然後可能忽然間 因為畢竟12月了 你吹個冷風 有可能這樣流汗 然後再吹個冷風就感冒了 那你今天都開冷氣 你了不起花個10塊的電費而已 結果你不小心讓自己感冒了 這個醫療費花下去至少150 所以這種浪費錢的衡量 我的看法就是 你現在有這個需求 比如說我現在覺得肚子餓 我現在肚子餓 我覺得要吃便當 那我就買嘛 那你說那 那陳寗你的定義力 好像沒有浪費錢這件事情 我不是 但是還有一種情況我認為是浪費錢 就是比如說像開冷氣 很多人開冷氣是這樣 我明明開到25度就涼了 可是不是 我就是一定要把它開到19度18度 我大學有一個這樣朋友 我還是因為這樣跟他吵架 就是你開到18度 然後再來蓋後被子 你說這樣子 你喜歡這樣 可是你知道你這樣其實不只是浪費錢 也在浪費電 浪費電你是在破壞地球的環保 只因為你想要我蓋被子蓋一個後被子 然後開18度 這是這種在我的定義就是浪費錢 你因為會熱 所以你開冷氣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說我就是要把它開到很冷很冷 然後再來穿外套蓋被子 我就是對我來說就是浪費錢 因為我覺得這是不必要的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開了冷氣 然後人就跑了 有的人說我開冷氣我能出去一下 我出去一個小時 我帶回來我房間會涼涼的 這種時候你要知道 其實開冷氣很多人說 開了變頻就是要開整天 沒有這回事 你開了冷氣之後 因為你可能外面的熱還是會不帶冷進來 所以冷氣他只是走走停停 其實變頻冷氣是一件很可怕的東西 就是很多人以為他是會越來越省電 其實不是 他開了很久之後 因為他會走走停 他開了就不會再停了 他只是用低頻運轉或高頻運轉 不像那種定頻冷氣反而比較單純 他就直接把壓縮機關掉 就不會浪費電 所以其實他到底是不是會浪費電 這件事情沒有一個很直接的定論 這還會關係到就是你家的隔熱有沒有做好 比如說你家的這個牆壁 像這種隔熱或者是窗戶都做得很好 那你的熱不會不斷的進來 那你的冷氣他就可以不要一直維持在高頻運轉 那也會比較省錢 所以其實省錢跟浪費錢這個定義 真的是一個很模糊的事情 比如說像我之前常常跟家裡的長輩說 你以為你在省錢 但其實你在浪費錢 舉個例來講 像之前有人買 我們家買的是那個泰智的洗衣粉 買的時候我就被說浪費錢 為什麼?泰智洗衣粉比較貴嘛 可是問題是泰智的洗衣粉 他只要用一點點就可以把他洗乾淨了 所以在我來用的話 其實跟買白蘭洗衣粉沒有什麼兩樣 而且白蘭洗衣粉可能洗得沒那麼乾淨的話 你要用更多其實用起來更浪費 所以一定要去算他 但是我們家的長輩他就不想去了解 這個泰智的洗衣粉到底怎麼用 所以他每次都是人家只要一瓢就要 他就要加兩瓢 所以一下就用完了 所以我都跟他說 你以為你在省錢 但其實沒有 因為你用傳統的洗衣服的方式 你會需要洗更多次 用更多的洗衣粉 然後最後還沒洗乾淨 衣服還臭臭的 所以其實你這樣子 你不覺得也是在浪費錢嗎? 真的我們來算 我洗衣服只要洗一次就會乾淨 而且只要用比較少的粉 而你要洗兩次到三次 然後用更多的粉 其實你浪費了水浪費了電 浪費了洗衣粉 你有比較省嗎? 所以其實浪費錢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要經過精算的 因為你不是說 我今天買了什麼東西 我買了一個比較貴的東西 他真的就是浪費錢 有的時候你為了省錢 所謂的你定義的省錢這件事情 可能會反而讓你花更多的錢 或者是像我剛剛說的 你明明就用不到 你明明就不需要 你明明就不需要 在大熱的天開18度 然後來蓋後備子 或者是你明明人已經出門了 然後你還要開著冷氣 或者是你明明人不在這個空間裡 然後你就開著冷氣 然後門還不關好 然後冷氣一直露出來 這些在我看來都是浪費錢的 可是當你說我今天就是很熱啊 我這樣不舒服要開個冷氣啊 那這樣子我並不認為會浪費錢 除非再次提醒最開始的前提 除非你負擔不起 如果說我今天的薪水就是沒有到那邊 很多人這樣子 有一種情況我就覺得浪費錢 像我之前去光華商場的時候就常看到 就是他一邊抱怨著自己薪水底 因為光華商場其實薪水都只有兩萬出頭 然後再加獎金 那現在生意不好嘛 所以大家薪水就是兩萬多 然後一邊抱怨著薪水底 一邊每天都要喝一杯手藥杯 甚至要喝一杯星巴克 那在我看來這就是浪費錢 因為這不是你負擔得起的消費 可是你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抱怨自己薪水底 這其實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而在我看來就是浪費錢 譬如說像以我現在的收入水準 如果我每天出門我都搭計程車 那就是浪費錢 因為我負擔不起 而且那對我來說並不是需要 我沒有到那麼急迫說我非得一定要 搭計程車一定要快點到 那對我來說那就是一種浪費錢 所以到底浪費錢跟不是浪費錢 其實我最簡單的定義就是 有需要就買 那就不是浪費錢 因為你真的有需要 而且你負擔得起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是不需要的 沒有必要的 那我認為就不要買 因為哪怕你真的賺了很多很多的錢 但你一直把錢投在這種不必要的 開支這樣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錢永遠都賺的不夠多 然後最後再次還是要提醒大家 你在做消費的時候 你定義浪費錢跟不是浪費錢 除了我剛剛說的需不需要之外 還有拜託精算一下再說 就跟我剛剛說的洗衣粉一樣 你用比較差的洗衣粉 你以為你省了錢 可是洗了更多次還洗不乾淨 要用更多的粉 其實你浪費的錢會比我 一開始就買比較貴的台子 來得更加的浪費錢 所以到底要浪費錢呢 我們可以多討論一下 來跟我們說說 你對浪費錢的定義吧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來討論一下 到底怎麼樣才叫做浪費錢 好那最後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那我就今天講到這裡啦 我是陳寗 我們明天見 拜拜